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问 一 在考生文件夹下将Excel素材文件另存为Excel 后续操作经据此文件否则不得分 这一问考的是另存为 我们的做法是点击文件另存为 确定是保存在考生文件夹下 然后将文件名修改为Excel 点击保存 第二问 在费用报销管理工作表日期列的所有单元格中 标注每个报销日期属于星期几 例如日期为2013年1月20日的单元格 应显示为2013年1月20日星期日 日期为2013年1月21日的单元格 应显示为2013年1月21日星期一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发现日期与星期几之间都还有一个空格 那我们的做法是选中A3单元格 然后同时按住Ctrl加Shift加一个向下的箭头 选中日期这一列的数据区域 然后打开数字对话框启动器 设置为自定义 然后找到年月日的格式 然后在后面输入一个空格 然后再输入四个小写的A 点击确定 这样我们就可以显示出属于星期几 好 第三问 如果日期列中的日期为星期六或星期日 则在四是否加班列的单元格中显示是否则显示否必须使用公式 好 那么在是否加班这里 首先我们就要知道它是属于星期几的 所以我们首先输入等于weekday 然后打开函数对话框 首先第一个空我们要输入一个日期 那我们就选中A3单元格 第二个空是类型 那么按照我们中国的习惯 一个星期它的第一天是星期一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用的类型是第二种 那在第二个空我们就输入2 点击确定 好 那么知道星期几之后呢 我们再来判断它是否加班 那么我们要用到的函数就是if函数 所以输入if 打开if函数的对话框 首先第一个空要输入一个表达式 那么表达式就是我们用weekday函数 求出来的星期几 然后输入大于5 因为大于5就只有两种情况 星期六与星期日 如果说符合这一个表达式的话 那么在第二个空我们就要输入是 否则第三个空我们输入否点击确定 然后双击完成填充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问 使用公式统计每个活动地点 所在的省份或直辖市 并将其填写在地区列所对应的单元格中 例如北京市浙江省 好那么在地区这里呢 我们要依据活动地点来得出 它所在的省份或直辖市 那么依据题目与活动地点 很明显我们是要截取出 活动地点的前面三个字 所以在地区这里 我们输入等于 左侧截取字符串函数left 打开函数对话框 第一个空要截取字符的字符串 也就是选择c3单元格 那么我们从这一个单元格当中 要截取三个字符 所以第二个空输入3 点击确定 然后双击完成填充 好接下来第五问 依据费用类别编号列内容 使用VLUCA盘数 生成费用类别列内容 对照关系 参考费用类别工作表 那么在费用类别这里呢 我们就要输入等于VLUCA 打开函数对话框 首先第一个空我们要查找的依据 就是费用类别编号 所以第一个空我们要选择 E3单元格 第二个空我们就要选择 费用类别当中 A3到B12这一部分数据区域 第三个空我们要查找的费用类别 在我们所选的范围当中 是第二个列 所以第三个空我们要输入2 第四个空我们要输入FALSE 那么也可以用0来代替FALSE 点击确定 然后双击完成填充 好 那么之后呢 我们移到最后一行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发现我们的数据只有到401行 但是填充完之后呢 402行还多出了一部分 我们不需要的单元格 所以在这里我们选中402行 单击右键进行删除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到第六问 在拆旅成本分析报告工作表 B3单元格中统计 2013年第二季度发生在北京市的 拆旅费用总金额 好 那么在拆旅成本分析报告 在B3单元格 我们要用到的函数 就是多条件求和函数 因为前面是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发生在2013年的第二季度 第二个条件是北京市 所以在这里首先我们要输入等于 sum if 接下来打开函数对话框 首先第一个孔 sum range求和范围 那么求和的范围 我们就要选择费用报销管理当中 拆旅费用金额这一列数据区域 接下来第二个孔 条件范围1 那么我们就要选择费用报销管理工作表当中 日期这一列数据区域 那么我们要 我们的条件就是第二季度 那么第二季度 我们要用一个日期范围表示出来 我们可以输入大于等于2013年4月1日 小于等于2013年6月30日 所以在条件1这里我们要输入大于等于 用连接符连接日期2013年4月1日 接下来可以把日期范围给复制下来 然后在条件范围2进行粘贴 那么条件2 我们就要输入小于等于 连接符连接一个日期 2013年6月30日 好 接下来条件范围3 条件范围3 我们就要选择费用报销管理当中 日期这地区这一列数据区域 选中好地区这一列数据区域之后 那我们的条件3 就应该选择北京市 点击确定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7问 在车与成本分析报告工作表B4单元格中 统计2013年员工前顺着报销的火车票费用金 费用总额 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又用到函数 也是多条件求和函数 第一个条件是前顺着 第二个条件是火车票 好所以我们在B4单元格输入等于 some ifs打开函数对话框 首先第一个孔求和范围 那么我们就要选择费用报销管理工作表当中 拆旅费用金额这一列数据区域 那么条件范围1我们就要选择费用报销管理当中 报销人这一列数据区域 那么我们的条件1就是前顺着 所以我们选择前顺着 那我们的条件范围2就应该是 费用报销管理工作表当中 费用类别这一列数据区域 那么我们的条件2就应该选择的是 火车票点击确定 好接下来第八问 在拆旅成本分析报告工作表 B5单元格中统计2013年拆旅费用中 飞机票费用占所有报销费用的比例 并保留两位小数 那么在这里首先我们可以求出飞机票 它的一个费用总额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输入等于some ifs打开函数对话框 首先求和范围我们选择费用报销管理工作表当中 拆旅费用金额这一列数据区域 那么条件范围我们就可以选择费用报销管理工作表当中 费用类别这一列数据区域 那么接下来选择我们的条件就应该选择飞机票 好点击确定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除以所有报销费用 那么除以所有报销费用 那么就输入除以some 然后在选中费用报销管理工作表当中 掐旅费用金额这一列的数据区域 然后输入括号按enter 这样我们就可以求出他所占的一个比例了 好接下来第九问 在拆旅成本分析报告工作表 B6单元格中统计2013年发生在周末 也就是星期六和星期日的通讯补助总金额 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用到的函数 同样也是多条件求和函数 那我们在B6单元格输入等于some if 打开函数对话框 首先求和范围 我们要选择费用报销管理工作表当中 掐旅费用金额这一列数据区域 接下来条件范围一 我们要选择费用报销管理当中 是否加班这一列数据区域 那么我们的条件就应该选择是 因为是就代表着它是发生在周末 也就是星期六和星期日 接下来条件范围二 我们就应该选中费用报销管理工作表当中 费用类别这一列数据区域 那我们的条件就是通讯补助 点击确定 好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九问 接下来点击保存即可